有人老喊着来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战争的残酷 你了解过吗 发生战争很可能遭遇屠城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古代的屠城有多可怕 你以为屠城就是把全城的人杀光这么简单吗 首先你得搞清楚他们屠城的目的 屠城可不是杀人 是抢钱 我们拿多尔滚的清军为例 攻下一座城池后为了奖励的士兵 他们会下令 七日不封刀 七日不封刀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可以在城内为所欲为 想杀谁就杀谁 想抢谁就抢谁 那可不是的 抢钱也要看等级 没有战功和不贿赂长官的这一批士兵 会被派去守城门 防止百姓逃跑 有战功和贿赂过长官的这一批士兵 他们进城以后第一时间冲进的是富人区 富人们会大多拿钱来消灾 当然这些人也很讲究 拿了钱就走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 虽然花了点钱 但好在家里的性命都保住了 那你一定是想多了 即将到达的是第二波士兵 果然过了才一天 第二波士兵就到了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怨言 怎么还没完了呀 可就在你话还没说完的时候 人家一刀可能就刺死了你的一太太 没钱的时候啥都不在乎 有钱了呢就惜命 有钱人最怕的就这个 所以你要做的只能是拿钱报命 这个时候的富人已经做好了第三波士兵到来的准备 跟你预期的一样 隔了一天一脚把门踹开进来了 你在院子里已经摆好了给他们的钱财 可让你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问都不问 直接上来就杀 把男性和年满的女性杀完以后开始抢搜 年轻的女性就比较可怜 被他们奴隶完以后还是会被杀掉 当然如果你隐藏的比较好 侥幸活了下来 这个时候你肯定会想 这已经过去八九天了 这该消停了吧 就在你心里想的时候 你突然听到大街上在喊 图城已经结束了 大家可以出来了 因为已经上过几次当了 所以你肯定不会出去 你试探性的看了一下外面 你发现这个街上呢 陆续的有几个百姓出现 这个时候要不要出去呢 你内心还是很忐忑 你决定再观察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发现 哎 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了 好像没有问题 好像图城已经结束了 你走出了藏身之地 出来以后 他们把你和其他的百姓聚合到了一起 你带着疑惑的语气 你问了一下 你说为什么要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呢 他们说为了方便集体安置 把大家聚合在一起 方便安置嘛 这个也说的过去 但你总觉得哪里不对 就在把你们带到集合地 你还在纳闷的时候 你突然听到了一声喊叫 放箭 你抬头仰望了一下天空 你发现上万之间朝你飞了过来 你发现周围全是弓箭手 这个时候你突然意识到 为什么大家不联合起来反抗呢 我们这么多百姓 可是呢 为师已晚 你只能带着自责和怨恨 倒在血泊之中 所以了解完这些历史以后 你会发现战争是无比的残酷 尤其战败的一方 是不会受到任何对方的怜悯的